外酒嘞 小二哥 担心 担心 这满地的石头 这师父 今天这太阳好热 到凉亭里歇歇 来来来 鲁智深已经小半年没喝到酒了 赶紧问小二 这桶里是什么好东西 不瞒您说 上等好酒 胡说 咱家刚才闻了 一点酒香没闻到 咱说是好酒 让咱家替你尝一尝 便知是不是好酒 小二赶紧告诉他 这些酒都要挑到山上去卖 没想到鲁智深更高兴了 山上就一个寺庙 难道是卖给和尚的 你看看咱家就是和尚 咱家先吃点 我这是要挑到山上 卖给寺里做工的火工们吃的 卖给火工吃的 小二 咱家就是这庙里的火工 你看 看看咱家的体格 咱家是火工 咱家先吃点 小二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和尚 一根头发没有 还想冒出火工 可鲁智深却觉得他太死心眼了 卖给谁不是卖啊 卖给自己还省得爬山了呢 却没想到 小二做酒的本钱和家里的房子 都是四里长老资助的 我要是违规了 长老不仅要收回本钱 还要收回我下面住的房子 到时候还有顶项罚贵呢 小二也不想再跟他磨叽 扛起扁担就要走 可鲁智深却还不死心 非说这好酒如好茶 自己喝酒就等于喝茶 你卖给俺的市场 就这么说 师傅不行了 师傅你是不是真的口渴得很呢 哎呀 哎呀 夏哥 你可是说对了 山下 有一眼 碧波清泉 那里的水 又多 又甜 又解渴 我保证你喝不完 鲁智深实在装不下去 只好告诉小二 自己就是缠酒了 反正这深山老林也没人看见 偷偷卖点又咋了 撒家给你双倍的酒钱 你这和尚 不是我数了你 人家出家人都应该借酒借婚 你倒好 在这蛮不讲理的向我讨酒吃 你要是在这蛮不讲理 我就到山上去告诉长老去 让他惩罚你 哼 鲁智深一生气 也不跟他废话了 举起酒桶就开喝 撒的比喝的还多 一桶喝不够 还要去拿第二桶 气得小二抄起扁的就往他身上轮 鲁智深干脆破罐破摔 喝了个痛快 过后才发现这酒劲还挺大 一路晃晃悠悠回到寺庙 却发现大门紧闭 开门 再不开门 傻家便把这庙门给拆了